Obsidian Markdown 文字 在先前的影片里面 已经介绍过了 在Obsidian Markdown 文字里面 增加文字的颜色 或者是某个区段的背景颜色的方法 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个highlighter 可以说操作的可以更简单 而且更容易的就可以达成我们需要的效果 只要安装了highlighter这个外挂以后 就可以在标示好一段文字以后 按下设定好的快捷键 让它弹出一个选择的视窗 在这个视窗里面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选择自己需要的颜色 比如说选择这个天然色 选择好以后 它就会用预设的样式 来显示出我们需要的这一段的特殊的高量的文字 要请大家注意的是 这样子的设定的方法 它其实是透过HTML的标签来达成的 因为它不是标准的Markdown的语法 在别的Markdown的编辑器里面 可能没有办法正常的阅读 或者是在Obsidian里面 有一些布景主题 可能也会产生出一些PDF颜色的错误 因此如果说 你使用了这一类的外挂 然后变更了你的文字 或者是背景颜色之后 在PDF档有一些异常的话 最好就是换另外一个主题来产生 通常这样子就可以很正常的 来产生出你需要的结果 Highlighter这个外挂 可以从第三方的外挂里面 直接来做安装 安装好直接启用 就可以来使用了 建议大家也设定好一个快捷键 来弹出这一个选择的视窗 在这个外挂的选项里面 先到第三方外挂 找到这个外挂 再点击外挂选项 在这边它就会有一个 所谓的Highlight Method的一个选项 可以选择使用Inline Styles 也就是直接产生出HTML标签的样式 那这样子 不管你到哪一种编辑器 都可以正常的来使用它 或者是你希望可能将来 可以自己来变更内部的颜色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CSS Classes这个选项 这个就是透过外部的CSS档 来设定颜色的变化的 那如果你希望要自己在外部 来做设定的话 你就选择这个CSS Classes 如果希望有更大的相容性的话 就选择Inline Styles 然后它的显示的样式 也是有四种的形式 第一种是所谓的Law Light 第二种是Floating 第三种是Realistic 第四种是Rounded 但会有对应的这个选择 我们可以来做选择 选择好以后将来 在Obsidian的笔记里面 就会以你选择好的样式来呈现 比如说我这边选择好的样式是Realistic 因此所有的这个选择出来的样式 就是这一种选择好的固定的样式 它在一个 Obsidian的环境里面没有办法去指定 要特定的某一种样式 就是在设定里面设定好以后 就一直是这个样式 那这个是它目前一个限制 然后在颜色的部分 我们除了可以在这边自己来做修改 也可以自己来增加颜色 因此可以说它的弹性是非常大的 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选择的CSS Classes 它有可能会跟你的某一些布景主题 会有一些冲突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可以在自己的自定的CSS片段里面 自己来做一些变更 比如说如果你使用这个Sentum的话 在Dark的主题的时候 如果你又使用了Lowlight的样式的话 文字会变成是黑色的 你会看不到 因此我们就可以在CSS片段里面来做一些设定 自己把这个样式的前景颜色给变化掉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Highlighter 这个很简单 但是很实用的外挂 如果你有需要设定自己的文字的颜色 或者是背景的颜色 让你的笔记的外观看起来更加五彩缤纷的话 您可以使用这个Highlighter外挂 来更丰富你的呈现的内容 今天就介绍这个外挂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内容 对你Obsidian的使用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谢谢各位